不过现在整体环境真的是景气太差了 不只是在就业问题 我们来看年轻人的薪资问题 可以说是逐渐的恶化 那么算一算呢 现在年轻人的所得已经倒退了17年 甚至比两年前的薪水 这年薪还要少掉2万 来看呢 这不满30岁的年轻人 他们年薪只有41.6万 35到39岁则是65.7万 这些数字呢 都比17年前的时候 那么倒退到那个时候 而且还比之前都还要少 这样的台湾怎么办呢 带你来看 七十一年次的东小姐 现任行政专员 月薪大约2万5 名传法律系毕业的她 也曾经到律师事务所工作 但薪水跟外界想象差很大 起薪就没有说很好 但但是比2万5低啦 那定期定的 其实每个月1000到3000 对我来说都很奢侈 因为我大概就是 在月底前一个礼拜 我可能薪水就已经不够了 熟练又快速地 把客人点的饮料完成 她是79年次的姚小姐 年纪轻轻 但在职场打滚已经6年 薪水还是只有2万4 她说这样的薪水 实在很难过活 现在无价这么高 而且我们三餐都吃外面的 就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够吧 而且现在一个便当起掉 都是八九十块这样 不管是出大太阳 还是下大雨 身为防弱的Selina 很多时间都在拜访客户 七十一年测塌 底薪两万五 之前待过金融业 但待遇也没好到哪里去 像现在四人公司 它都是责任制的 比如说早上几点上班 然后六点下班 可是实际上的工作量 假设一个月给你三万多块的话 它简直是 我讲白一点 是做到死 从饮料店到防众业 甚至行政人员 薪水都是二字头 全是清贫族 根据主计处调查 去年未买30岁的年轻人 平均年所得 只有41.6万元 35到39岁 65.7万元 都比15年前还要低 而30到34岁年轻人更惨 行之水准倒退17年 而且比前年少了两万块 算一算 以未买30岁的人来说 扣掉缴税等非消费支出 等于每个月能花的钱 普到三万块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我们是觉得景气 可能比较难复苏 那这样子的薪资水平 可能会有往后退的情况 那其中大学的部分 因为其实薪资水平 已经退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它的退的幅度 会比较小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 会是研究所学历的 可能以后的薪资 跟大学的薪资的差距 可能会再拉低一点点 现在大学学历不值钱 大家拼命往上面 出社会年纪往后延 跟过去同年纪的人来相比 薪水当然不如人 再加上大环境景气一片低迷 产业外移 工作机会锐减 现在年轻人想拿高薪 难啊 三类新闻 林祥泽 林芯台报导 不是想拿高薪很难 现在还多了很多的顶家族 什么叫顶家族呢 就是顶楼家盖一族 马总统曾经提过青年政策 说要让青年毕业 立刻就业 还要提供创业基金 给青年财富 但来看现实面 有不少的新鲜人毕业之后 反而是住进了顶楼家盖 原因就是因为顶楼家盖 价格的部分呢 往往只有一班套房的一半 虽然是闷热不透风 但是能省则省 现在社会新鲜人 很多人都成了顶家族 我回来了 偶像剧中 摇摇上了整天班 终于回家休息 刚出社会打拼 住顶楼家盖才能省钱 现实生活中 顶楼家盖可没这么浪漫 这是我家 汤先生今年23岁 大学毕业后 在连锁餐厅工作 这个四平大的房间 就是他的小窝 看看他的摆设 一张床 一个冰箱 书桌跟柜子摆一摆 就只剩下细细一条走道 空间狭小不说 位在顶楼太阳直射 更是热到不行 顶楼家盖最大的缺点 就是闷热又不透风 现在就来测试看看 他的室内温度有几度 温度近一侧 竟然高达30度 就算站在屋内不动 都会满头大汗 重点是走到门外来看 二十几平的五楼空间 就隔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个房间 过去顶多三间 现在硬是多了两倍 跟陌生人同住 每个月只要六千五 价格比一般套房少了一半 其实顶楼家盖 最大优点就是它比较便宜 对啊 那其实我虽然不是住 读这附近的学校 但是还是钱 还是必须要屈服于 这个金额的问题 从制高点往下望 台北市区这种顶楼家盖族 越来越多 对照马总统保证青年 毕业立刻就业 凭伤机格外讽刺 三讯王汉杰谣捷 台北报导 接下来